大家留意,10號推出了 偉藍二是推出的,集前推出 最合集就排外檔,放眼天邊 今天的S1的美場賽事 外防錦標,千葉物的泥地賽 入了集,隨時起步,準備 好,一起步的時候,出得算齊 快一點外檔,炎亮深火,應聲彈出 外檔那邊,雙藍動畫,敏銳都頗快 然後出來,大王嫁到反而不是最快那隻 外檔近來的馬還有光劍,夾中間還有啞尺基 大外檔那邊是家事獵鷹 跟國競技不是太慢,變化自如 接著失明之後,再跟著馬才看到登峰之路 外檔是放眼天邊,跟國競技是尾四 尾三暫時是怨常性,尾以為至是早山林 包緊尾暫時是超英雄 入彎日實,前面搶得快點都是雙藍動畫 竟然自己戴頭 敏銳就跟著他的大王嫁到守著第三 外碟上來就光劍,然後帶我當家事獵鷹 中間炎亮深火上了些 內檔那邊騎緊,還有變化自如 後些位置還有神明之後 內檔那邊還有跟國競技 入彎之後,前面雙藍動畫還在帶頭 追著他就敏銳 內檔趾出來的馬就是大王嫁到 外面上來就光劍,這四匹馬還能維持到勁勢 外面是炎亮深火上了些 還有百多米,前面雙藍動畫還在帶頭 敏銳上來過他,後面上來就大王嫁到 敏銳上來就大王嫁到 敏銳上來就大王嫁到 敏銳大王嫁到很接近 外檔上來就炎亮深火 第四名是雙藍動畫 結果真的 真是 真是 日本都可以 敏銳 敏銳 應該四隻高六 十五第三 雙藍動畫 結果自己放 剛才提及過 10號的偉藍儀確定要退出 反而大王嫁到很刻意不退 反而大王嫁到很刻意不退 直接是 倒轉 如果他走 2號 根本就不同 結果的玩法 現在2號回來也停 他就不太善地追 差一步 2和6的跑法變了 但還是敏銳到先 其實15號也想不到留得這麼好 可以追 第四 第四還是2 還是雙藍動畫 差點那隻 早山林 早山林找位找了很久 江建 常常是近 轉彎是威是小 李武華跟我們都吃了美糊 四隻齊齊 這招 這招去到很多地方都可以 文傑發現了 樓前逗後後 這招就行了 多長 連球通用 今天文傑是自己的技帶頭 不能放得 要留後 結果李武華吃美糊 這招都很厲害 最初贏1800 又縮程 1400 1200 就這樣贏 敏銳 高多分的馬 這樣的大賽日 起碼都要遇到他一場 但你遇到美場 人人有分他沒有分 很慘 結果敏銳李武華 恭喜你了 吃個美糊 我們看重播 美場狠心 美場才贏 我們看重播 美場賽事第七場 外防錦標 都有一個正式的派賽 復榜完畢 第一名 四郎敏蕊 導演派40元 為之派16元 第二名 六號大王家都 為之派15元 第三名 十五號炎亮心火 為之派28元 第四名 二號雙藍動畫 連贏四達六派60元 二重賽四號六號順序 派149元 三重賽四號六號 十五號順序派1041元 單T派198元 為之派四答六派28元 四答十五派86元 六答十五派64元 四連環二四六十五派139元 四重賽亞四號六號十五號二號順序派3058元 今日三寶政獎四四 三百二十三元 安慰獎四四 美觀六號十五號 派37元 可惜第二不是三寶 想三寶好分的今晚 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二差三個 今晚那些 那些難搞 多馬 洋菜 想好分的三寶請等今晚 四四四 三百多元 這是比較容易的三寶 先吃一餐下午茶 今晚還要吃豐富晚茶 你可以吃下午茶 吃下午茶 又或者吃晚飯 沒錯 因為今晚都很後才開始 會十點零五分 海鮮門大賽 就是我們將會今晚第二節直播的頭上賽事來的 然後再看完美場的賽事時間 這場外奉錦彪 結果大熱門也繼續入三甲 跟過去幾個都一樣 大家都可以抹下 這個數據很強 這場外奉錦彪 都不容易攻破 這場外奉錦彪 這場外奉錦彪的頭馬 其後都跑得好 可以再上 如果等日本的賽事 就要等到月底 賽事完成時間 一分十秒四 等到秋季天王上 才有日本的轉迫賽事 但其他地方就很多 澳洲 台灣贏二馬馬頸位 二馬贏三馬 都是馬頸位 今年我們有珠峰錦彪 是啊 那場都很精彩 好了 今天日本短途馬錦彪賽馬的賽事 就在這裡為止 因為我們轉播七場 但今天 剛才都說過 今天日頭這一節完結之後 今晚還有些更精彩的賽事 就是法國海船門大賽 六場的賽事 接下來 今屆海船門大賽 推出了心之所謂 但是 今屆也很厲害 所以今晚 吃完飯 趕快 因為頭場已經轉播到海船門大賽 沒錯 10點05分 現在我們先休息一下 大家先吃個下午茶 或者吃晚飯 今天也多謝文傑 帶了很多好的提示給我們 還有幾場